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台北势力中轮高中历史老师陈雪芳 今天要向各位介绍的单元是 迈向白宫之路 白宫的历史发展与总统权力运作 白宫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对称核心区 被视为政治素人的美国总统当选人 川普已经入主白宫 白宫是全球最为人瞩目的总统府 他既是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最后的里程碑 更是美国总统及家人的居所 更是美国总统施政的权力核心之地 美国是最早的总统制国家 也是目前最典型的总统制国家 因此入主白宫 即是总统 白宫的建筑历史 与美国总统权力的运作息息相关 到底何人决定白宫的建筑位置呢 他是昔日的革命战争伙伴 国会议员Harry Lee对他的称赞相当著名 他是一个公民 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 也是和平时代的第一人 也是他的同胞们心目中的第一人 被多数学者们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总统 乔治华盛顿 美国国父 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也是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 白宫就是由他挑选的位置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则以华盛顿为名 华盛顿为什么要在此建立白宫呢 美国白宫位置的选定 与美国早期历史的发展极为相关 美国建国后 美国各州对首都的位置都发生了争执 北方希望将首都定在纽约 而南方则希望将首都定在南方 最终美国南北双方协商各做让步 在美国南方离北方不远的地方 新建一个城市作为美国的首都 地理位置是由詹姆斯·麦迪逊 和亚历山大·汉因斯顿 在汤马斯·杰弗逊邀请的一次玩宴上 讨论出来的 于是选定白宫位置 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西北区宾系法尼亚大道1600号 在维度上面看来 美国白宫位置届于 美国国土南北尾中间的中间点 到底何时被称为白宫呢 1792年10月13日 224年前白宫电机起造 由爱尔兰裔建筑师詹姆斯 货本设计的 工程期为1792年至1800年 建材使用白色的西沙岩 风格则是新古典主义式样 自1800年美国第二任总统 约翰·亚当斯入住以来 白宫就是美国立任总统在位时的居所 这栋大楼最初被称作 总统公或者是总统府 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于1901年在信纸上印上的 White House确立正式名称之前 行政官邸这一名称常常用于公文之中 它是第一座驻办合一的总统官邸 从整体上来看 白宫分为主楼与东西两翼 主楼共三层 底层包括外交接待大厅 图书室 地图室 瓷器室 经营器室 与白宫管理人员办公室的特勤局 主建筑部分 三楼原本用作阁楼 也在1927年转为总统家庭的起居空间 至于与杰弗逊助廊相连的白宫东乡办公室 落成后便一直用作处理白宫的社交事务 接待访客 民众与外宾 并且于1946年改建扩大办公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肯卧室 是林肯办公和召开内阁会议的地方 著名的《解放黑人宣言》 即在此签字 总统权力运作的所在 也就是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 1909年第27任总统威廉·霍华·塔伍托 扩建西乡办公室 并增建椭圆形办公室 作为总统办公之用 此办公室是总统办公的所在 它可以就由各出口 四通八达到各处去 例如东侧的门朝向玫瑰园 西侧的门朝向总统的 私人厨房和书房 西北侧门则是白宫西义的主走廊 东北侧的门朝向总统私人秘书的办公室 橘圆形办公室很少被用作电视录影 但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挑战者号意外 及911事件时 当时的总统却使用了 橘圆形办公室作为电视录影 美国总统在此进行 本土与对全球的权力运作 外交接待大厅是橘圆形的 他是美国总统接待外国元首和使节的地方 外交接待大厅的墙壁上挂着描绘美国风景的巨幅 环形油画地面上铺着天蓝色底 椭圆形的花纹地毯 其上绣着美国五十个州的标志 白宫的第二层的皇后卧室 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荷兰女王等贵宾 为抗日战争奔走的宋美玲女士 也曾在此下榻 受到当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及其夫人的热情接待 正是借助白宫这个平台 宋美玲这个曾经是中国第一夫人的女性 才得以在中国历史上更加耀眼 但是白宫也往往成为敌对组织的攻击焦点 1814年8月24日 在1812战争中 英军攻占了哥伦比亚特区 并烧毁了大部分的公共建筑 美国军队没有能够组织有效的防御 并在烧毁了海军船厂之后溃逃 英国军队则烧毁了美国议会 白宫和财政部等美国政府建筑 一般认为英军烧毁华盛顿 是对1813年美军入侵并烧毁多伦多的报复 1841年8月16日 当约翰泰勒总统否决一项呼吁成立美国第二银行的法案时 白宫再遭袭击 被激怒的辉格党党员在白宫外制造 当时乃至今天美国历史上发生在白宫广场的最险星的骚乱 2001年9月11日 发生于美国本土的攻击事件911事件 截击者迫使第三架飞机攻击目标 是撞向临近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厦 第四架飞机飞向华盛顿特区后 部分乘客和机组人员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 最后 第四架飞机于滨州郡的乡村坠毁 在2013年 美国的电视指南将白宫风云品为史上最优秀的证据类 电视剧集的第七位 相信许多人都对剧中精彩 紧凑又复杂的证据运作深深入戏 但是当时的白宫新闻发言人 却被记者问起该剧集是否反映了西乡办公室 真实的工作环境时表示 该剧中表现的西乡办公室要比实际的大一些 究竟美国总统与居住与工作 接触于其中的空间中 如何进行他的权力运作呢 我们接着来看 美国权力运作核心白宫战情室 常常会在电影场景中出现 总统召开即时战情会议的白宫战情室 甘乃迪总统在1961年 朱安入侵因情报通讯不畅而失败后 下令建立 以满足总统坚持将情报直接送入白宫的要求 白宫战情室是一个5000平方英尺的房间 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监测国家和世界情报的工作人员 用于安全视频会议和技术的电视 可以将总统与世界各地的将领 还有世界领导人联系起来 其主要的用途是包括美国总统 白宫办公厅主任副总统 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 对于国内外突发且是关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事项 进行快速磋商的工作场所 所有情报工作小组 每天都要保持24小时的动作 对全世界的动态进行不间断的监视 并将其中的重大事件 随时智慧白宫的各高级官员 新的战情室一共拥有6台平板显示器 同学可以看到这一个PPT上面的照片 而且可以进行加密的视频会议 2007年5月17日 总统乔治布希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 在新整修完成的战情室内 与各自的国家远在伊拉克的军人举行的视频会议 第二天布希并亲自为正式恢复运行的战情室剪彩 总统是权力的核心 那谁是白宫的总管呢 也就是白宫幕僚长 又称为白宫办公厅主任 是美国总统办事机构的最高级别官员 同时亦是美国总统的高级助理 领导白宫办公厅的运作 白宫幕僚长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位置 常被称为华盛顿第二最具权力的人 也经常被称为首门人第二总统 1946年为了应对美国行政机构部门的叙述膨胀 总统助理职务正式成立 以处理白宫的日常事务 1961年正式被命为白宫幕僚长 从此总统助理成为白宫幕僚长 助理幕僚长 白宫新闻秘书 白宫顾问等白宫高级助理的职位总称 他的任期是无限期的哦 尽管如此 过重的工作负荷跟权责 使得任职时间接不长 也并非每位总统都会设立幕僚长 因总统而异哦 这即是全球第一个实施总统制的国家 其权力运作的特色之一 是不是与内阁制呈现相当大的区别呢 最早常态开放的总统府也是白宫 他最引人注目的对外开放 直到20世纪早期 1805年 第三任总统汤马斯·杰夫逊 在他的第二次就职典礼时开放白宫 杰夫逊还批准了白宫的公开游览 公民可以在不影响总统办公的前提下参观官邸 白宫由此成为世界上唯一向公众开放的 国家元首的官邸 这项活动除了暂时停止以外 一直延续到今天 2015年7月1日 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罗宾森 在Instagram宣布废除过去40年禁止拍摄的指令 当然不包括自拍神器 白宫厨房能够供应多达140位客人的晚餐 开会菜到1000多人 美国白宫到目前为止 仍是全球唯一常态对外开放的总统府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介绍 专题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再见